同学们好 打开我们的大纲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什么是RBC角色模块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RBC 也就是叫角色权限控制 那么什么是角色权限控制呢 我们打开一个咱们的模板 咱们的前端空架 好看一下 找到管理员管理这里 还有三个例表 第一个是角色管理 第二个是权限管理 第三个是管理员管理 那么角色管理给你看一下 你看啊 这里有一个超级管理员 还有一个 总编 有个 主 栏目主计 还有一个栏目编辑是吧 那么他们分别都是什么权限的 比如说这个超级管理员 我们叫Superman 他的有一个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就是说 他可以访问整个网站 而不是任何限制 而这个主编 总编他有这个 添加 审核发布 以及删除内容的权限 这个主编 他有这个 添加 审核发布 也删除 的权利 栏目编辑呢 他只有这个添加跟删除的权利 但是他们有这个发布权利 那么角色权限控制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对他们的这个 网站后台进行一个控制 比如说 我是超级管理员 我可以随便访问哪一个 但是我是 栏目编辑 我只能访问 某一个模块 而其他模块我不能访问 好 他的 原理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是个用户是吧 我进这个模块栏 我先判断一下他这个模块的权限 及状态 如果这个角色权限是可以通过的话 那么我就执行成功 就让他进来 就比方点击这个 就让他进来 如果他的权限没有的话 那我就直接弹出 对不起 你没有这个权限 这个就是角色权限控制 角色权限控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深刻PHP怎么去实现这个 角色权限控制 所以原来的话 咱们有 一共有两种方法 都是这个TP空架 给咱们封装好的 因为这个我们 程序员有一句话叫做 不要重复发明笼子 第一个就是 深刻PHP 帮咱们 帮助咱们 封装好的 验证 验证 角色权色验证 类 有一个叫 Rabc类 还有一个叫 Auth 这个类 Auth类 前段时间 有同学问我 他说 他说我用哪一个 我跟他说的时候我用的是 打开 打开咱们代码 走一下 这里有一个 Single PHP 然后有一个扩展 因为我已经提前下了扩展是吧 偶尔机里面有一个 叫Rbac 是吧 写错了 Rbac 这个类 这个类就是 角色全线控制 它一共是应该是有四张表 而这个 Auth Auth 类的 它一共是有三张表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 核心框架里面 啊 在这个 Libra Sync里面 有一个叫 验证类 啊 嗯 没有 我好像也是放在扩展里面去了 是吧 在 这里啊 他一共是有三张表 他两个的用法都一样的 一开始我打算是用这个 打算是用这个类的 但是后来有同学告诉我 他说这个Auth 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实用 他们并且他们已经习惯用这个了 不太习惯用这个 后来我考虑一下了 因为咱们这个生成的目的主要是给大家 打造一个开源的生成 就是大家以后 我写完了代码大家以后就不用写了直接拿过来用是吧 为了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好的这个 写代码的习惯 就说大家已经习惯的东西我就不给大家改了 就使用这个 Auth类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用他啊 首先呢我们要引入是吧 引入这个Auth类 然后 去使用 比如说我这里新建 新建 新建在这个 Auth类下面有一个 index 控制器 是吧 我这里新建一个控制器 这样 U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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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hp 然后 拷贝过来 这里改一下 US1 这里我引入这个类怎么引入 用 US1 然后 引入这个核心空架的 杠 ORG 下面有一个 叫 验证 印证内 好 引入这个印证内 然后我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界面做一下 界面的话 咱们还是使用咱们这个 3W6.tp5. 这个类 就使用这个 然后表的话我也给大家提前准备好了 一共咱们一共要是创建这个 4张表一个是这个全线控制规则表 是吧 一个是用户主表 还有一个是用户主明细表 最后一个是管理员表 咱们充电一下 好 这里充电充电几个表 新建表的话咱们不需要再进去写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代码里面其实已经给咱们这个准备好了 你看 深刻里面扩展 前面这个 他已经给咱们准备好这个表了 咱们直接拷贝过来 这段意思 Drop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 判断这个表从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就把它删除了 再重新创建啊 所以直接咱们直接把它拿过来 查询查询啊 查询咱们把它表明改一下啊 就直接这个啊 啊 运行 运行成功啊 再来一个 好 改下表明 运行 第二张是吧 一共有四有三张表是吧 运行啊 然后 还有一张表是咱们这个管理员表 啊 你看 嗯 这里刚才把这名字放上去是吧 去改一下啊 再充电一个表 这表的字端在 这里啊 嗯 没写是吧 没写一会儿 写一下啊 第一个是ID是吧 自针 好 然后第二个 是这个 叫 ID Name 是吧 或者user 都可以啊 叫Name 随便写一个啊 然后 这还有一个是 哈斯沃的 密码 对吧 保存一下 名字叫 IDB点user啊 好 这样的话咱们四张表就创成成功了啊 创成成功以后咱们先来把这一面弄一下啊 就把这一面做成这个 像这样的一面啊 你看是吧 一面的话咱们直接从这个代码里面 好 这个 这里面啊 把这代码 这几个是就是那全新控制那几个页面 直接拿过来 这里新建一个表 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叫user 小写 好 把这改一下啊 改成小杠 啊 好 改完以后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啊 嗯 没有这个方法是吧 所以咱们这里还得充电方法 把这几个方法充电一下啊 咱们里面的这几个方法 是吧 里面 把口碑下来 5个啊 咱们这几个方法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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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一下 刷新再看一下 user 调用这个类 语法有错误是吧 嗯 我们看一下哪里写错了啊 第24 试哈这里啊这里重名了是吧 啊 刷新一下 啊 这样就成功啊 这里是 有缓存是吧 咱们把它缓存删一下 把缓存删一下 在 这里是吧 删除文件夹 刷新一下 啊 这是一样是有问题啊 样是有问题 咱们改一下样式 从下次课以后我就不再给他写这个样式了啊 用这个词太麻烦了 我就提前写好然后 给大家准备一下就行啊 用这个设计写一些样式 你看 是吧 是吧 写样式咱们直接找一个参考可以参考的 你看 这拿过来 整天一下 嗯 直接这样 我刷新一下 还要有什么东西吗 我刷新一下 这东西 感谢观看 看路径 public stile 一个IDMD 这里面 所以它应该是就是这个 拿过来 点杠 点杠 然后这里还有个杠是吧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应该有个stiles 好 翻过来 好 改一下 下面这个css 应该是在这个 neighbor里 这里面 所以我们路径 改一下 可费一下 可费一下 应该没有 所以说应该是在上面这个 下面还有个gss 刷新一下 再拷备一下 在这个list里面去 粘贴一下 它这里报错是吧 页表 报错 是这个原因 把它去掉 去掉 因为它这个括号 它当成这个phb文件了 你看好了是吧 下去我先把这个 这几个 这几个都要是调好 就不在客栅上录了 免得带用大家时间 好 那这节课咱们先到这里 下去大家可以把这个弄一下 因为这个 就不在客栅上去录了 耽误大家时间 好 那这节课咱们先到这里 下节课咱们继续